對 剛才那手版裡面又有一個 就是離癌的人格特質 人為什麼會得癌症 除了環境因素 還有一個就是你的性格 就是雷鋒的性格就會得癌症 雷鋒是什麼性格 追求完美 追求別人的贊同 活在別人的價值裡面 這個就是典型的離癌的人格特質 棒他沒開可以這樣說嗎 對 壓力太大了 我們可以明朗語叫做金 但是就是說你外表風光 可是你內在承受的一些無比的壓力 沒有辦法宣洩 所以可以解釋為什麼 你剛才提到的這幾位名人 抽菸 喝酒 或其他我們認為可能不良的是好 可是因為他的情緒有所宣洩 他有所紓壓 雖然醃酒不是好事情 可是他的紓壓 他可能也相對抵消了 這個菸酒的一些可能的輔助 我們可以這樣解釋 人生不太拚對不對 你以前會拚嗎 以前會拚罪才會得癌症 你多拚 因為當時我自己要負責一個 大概有將近四百位員工的一個 私人的醫院的運營 所以就變成說你要承受的一個 就像一個企業一樣 你要那個企業可以繼續的維持他的運營 但是一方面我又去讀書 那你基本上所謂高處不勝狠 對 就是所有的人都是看你在決策而已 那你有什麼事情 你通常也只能自己無語問蒼天 有時候你必須決定這條路往左邊還是往右邊 右邊可以讓你成功 左邊可能是一個錯誤的決策 對 可能會讓這個 整個事業或者整個醫院的運營 面臨一個 一個營運上的一個波動 對 所以就是說你變成你要承受很多的 所以得肺腺癌還是有些人 像你這樣還坐在這裡 有些人已經更一張了 不只 不只喔 對 應該是這樣講好了 就是說 要看你第幾期 如果是肺腺癌 如果是到了第四期的話 他的存活率大概只有4%的5% 就是96%的人都會走掉 真的 對 但即使是第一期 大概也只有75%會活 超過5年 所以為什麼肺腺癌很可怕 就是這樣 哇 恭喜喔 謝謝 不簡單喔 然後 所以你現在的壓力還有搞那麼大嗎 我想有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為什麼我的書名叫做 心轉癌治癒 對 不好意思喔 蔡醫師說買他的書 看他的書可以多活10年 如果確實做到 因為我們現在的人就是 承受過多的壓力 無法宣洩 對 所以你看現在線上的遊戲啊 為什麼會那麼風行 因為人與人溝通變得少了 反而靠單向的這個 線上回去紓解 像最近這幾天的這些 這些情殺的這些新聞 大家就可以知道 現在潛在性的壓力很大 而且現在壓力大部分都靠一些不正常的方式 不一定那麼正常的 比如說很多人現在都靠著舔死 所以造成肥胖 對 就是用其他的方式去宣洩這些壓力 你睡得好嗎 我本身很好睡 但是我在 在我 求學 就是在讀博士班的那段時間 我睡不到6小時 是因為我沒得睡 不然我本身是很好睡的 睡不到6小時其實對身體不好 對 因為傷肝嘛 那你還有做氣功 對你幫助很大 氣功本身我就是因為得到癌症之後呢 才去學習的一個 叫做養生的方式 那本來我自己都是從事比較 所謂西方式的運動 登山啊 球類啊等等 但是我後來發覺說 球類是哪個球 我打網球 各式各樣球類啊 乒乓球啊 我都喜歡 高爾夫球我有在打 都有 我基本上都喜歡 都喜歡 也就是我本來就很喜歡運動 是 那 氣功我為什麼會去學呢 因為 氣功我覺得它有一個 令我著迷的地方 就是說這是一個 好幾千年的一個 我們祖先留下來的一種 養生之道 那一定有它的道理 對 而且過去我們都認為說 練氣功的人都長病百歲 所以我想說 那我練氣功 會不會讓我癌症變好 對 所以我是因為這樣開始接觸 所以我接觸蠻多的 氣功的修煉 但是對你幫助很大 有 所以我後來用經絡儀 那我自己是因為 學的是一個正統的醫學 所以我要證明說 氣功對身體是有效 所以我會用儀器去測量 所以我的書中都會寫我 練功前 練功後 我的這個經絡的一個變化 我跟你說喔 對 蔡醫師喔 他為了這個主流療法 非主流療法 他自己是花了1000萬台幣 買了很多儀器自己測喔 對 那個儀器就只用一次嗎 沒有啊 它是 我除了在我自己做一個 長期最終使用以外 我也會服務我的個案 因為我現在有在服務一些癌症 為什麼非主流療法裡面還有一個風水 應該是這樣子 我想在座的各位觀眾朋友一定會有這樣的場景 當你生病的時候 大家親戚朋友一定有好意啊 跟你說啊你家是不是風水有問題啊 那當時我的心態我本身是 不了解 但是我不會去拒絕 我就說那我就試看看 雖然我本身沒有特別信風水這件事情 但是既然有人家介紹了 我就說那我就當做一種 求知的精神 當研究精神就試 後來我發現風水實際上就是 有一點像是所謂的 我們該說現代生態學 也許我們用個科學術語來講 對 風跟水是什麼 就是空氣 啊 水呢 水在我們自古以來水是代財 對 但是為什麼代財 因為它是一種能量的流動 所以風水基本上來講就是 也是一種科學 對 它也是一種科學 它不是所謂我們講的怪力卵子 為什麼 比如說 有一位他懂得風水的老師 他本身是念大學畢業 他也不是完全一個 一個目不釋釘的人 對 目不釋釘的人 那他來告訴我說風水是什麼 他說我來到你家 看到所謂的串堂塞 上 串堂塞 這我想很多觀眾朋友 應該都聽過 就說你的家 串堂塞這樣 對 前門後面 通的 通的 你看到後面 那我家就是這樣 那我以前覺得很好啊 這樣子空氣流通很好 但是他說不是 他說這不會聚氣 他說氣的流動是很重要的 空氣流通很重要 對 可是氣呢本身 它是需要在你家 停留循環 因為後來就聽懂了 對 你想想看 假設你在山頭上面 風是不是很涼爽 吹得是不是很舒服 當你爬山爬得滿頭大汗 可是你要站在山頂上 一直吹風 一時就感冒 對 三分鐘你就感冒 所以氣不是一直吹 對 它要聚 然後要凝聚 所以它要在你的家裡面循環 所以他這樣講 我就聽懂 那我說這個是不是空氣的氣 他說 風水講的氣 包括空氣講的氣 你講的那種摸不到看不到的氣 我不知道 可是空氣我懂 因為你好的空氣 還是要留在家裡 循環你才吸得到 進去馬上出 進來馬上出 進來馬上去 你根本就吸不到了 阿伯 你有調嗎 風水有調整嗎 怎麼調 就是加一個屏風 加屏風就OK了 對 加一個屏風 然後我也用一些儀器去測 確實能量場會改變 真的喔 所以我也不得不信 而且說實在的 如果時間夠 我可以告訴大家什麼是氣 像氣現在的科學已經可以證明 比如說大家現在把手拿出來 兩手相對 兩個手掌 但我們本身身體是一個電場 所以本來就有正負電 不相信你只要靜下來 你兩手靠著 稍微打開 稍微靠近 像它是有磁場的 只要你身體敏感 你可以看到磁場 而且這是真正的磁場 因為我們本身這手跟這手 本來就是有電 所以你只要敏感度夠 你就會發覺這中間有一個磁場 所以你的手呢 有可能是會有點刺刺的感覺 媽媽的感覺 或是這樣 這個就是所謂的練氣 就是練這個 他也是我們的經絡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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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是蔡醫師的經驗 OK OK